观会逝去 才会没有 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离开人间 人不能为了这些虚空 没有现实意义的东西而活着 就像我们找到的气泡一样 看得到 但是很快就扑灭了 我们的心不能这么狭隘 我们的人要看的前途 什么前途 真正的良心的本性 师父跟你们讲 东方航空公司的老总 上午宣布离职退休 下午连个车都掉不动 你们想一想 人情势直脏脏薄 你们从小养大的孩子 可以瞬间离开你们 你们天天相爱的妻子 可以瞬间抛弃你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空的 假的 因为它没有永远的 所以当一个人得不到永远的东西 实际上他就抓到了一个空的东西 而这种空的东西是不能长久的 所以叫无常 我们人活着就要跟无常在赛跑 因为无常走得比我们快 今天刚刚结婚了 明天离婚了 我看到现在报纸上的一些信息更厉害 还没结婚了 新娘子逃走了 还没有定下来 哪一天正规了 新郎官逃走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冤家路仔 所以自古以来 在京剧传统的戏里面 叫自己的夫妻都叫冤家的 不是冤家不剧头啊 想一想你们得到了什么到今天 你们得到的才失去了 你们得到的名失去了 你们得到的孩子离开了你们 我们悉尼有一个老妈妈 一个女儿好端端的 刚刚拿到澳大利亚永久居民 到移民地区去办理 路过过马路的时候 一撞车死了 就这么短短的一个人生 为什么会短暂的就失去 想想你们在欧洲 你们像做梦一样 你们前几天还在中国 或者在台湾 或者在香港 你们到了欧洲来的时候 瞬间你们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等到你们哪一天醒过来 哎 我在哪里啊 那个时候一想 哎呀 我现在在地下 在地府啊 哎呀 我不能回来了 这个时候你们就离开的人 成为了鬼 只不告诉你们 你们都知道 中国人给四人做头七二七三七 就是这样 一想到自己死了 一想到自己死了 突然之间昏厥 昏厥了之后 要七天才能醒 所以给他做头七 就是在这七天之内 就是在这七天之内 你供他是没有用 他不会回家的 只有第七天的时候 他醒过来 他一想 我要回家 我死了 回到家 只是看自己家里的时候 家里给他做点饭 给他弄个照片 就是这样 这叫头七 一看到家里人又难过 再昏厥 二七 一昏迷就是七天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意义 在人间为这点钱财 我跟你们讲过了 真的 李嘉诚很有钱 八十多岁了 给自己的孩子分财产 实际上不就分一场吗 心里多难过 一分一几里 都是自己抓来的 你们现在 如果给自己留一场 不就是要离开这个人间了吗 所以人现在要活得自在 要思想解脱 思想自在 而不是被钱所困 现在的人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追什么 你们就被什么绑住 我今天拼命地追钱 你就被钱套住 你今天拼命地买股票 你就被股票套住 你今天拼命地追求感情 你就被感情锁住 都是忘了 最后你们什么都得不到 感情会得不到 感情会得不到失去 钱会没有 什么都会没有 想一想 我这次在心里接待了一个画家 想通了 因为他过去 要三他都能有三 钱多得不得了 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集团的大老总 我一看他的样子 钱是优秀 做过法师 但是在最后几年没有好好学 而且他有牢狱之灾 他最后果然钱乱花乱用 最后抓进去盘了七年 被人家告了 一无所有的出来了 回来之后就开始画画了 想一想 人的一生就是怎么结束 他跟台长说 台长 我那个时候要山 我都能买山呢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 我买得起 你别来勾引我 我说要这些干嘛 买下的山也不是你的 买下的水也不是你的 人间能得到的什么 得到的就是一场空 走的时候看见越多的东西 越不舍得走 穷一点走了就算了 越有钱越走不了 刚刚要七要没的时候 我还北区还有个房子 我在香港还有一个保险箱 他舍不得 对不对啊 该走就走 你不走也得走 有多少人星期六 到我们观音堂来问我的时候 说什么 台长啊 为什么让我生这个病 我跟他说 为什么不是你啊 你说为什么 他问我 你说为什么 我说你说为什么 因为你不珍惜生命 因为你不珍惜人生 你很快就会失去人生 因为你不珍惜你的老婆 你的老婆很快就会离开你 因为你不珍惜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很快就会离开你 因为你不珍惜朋友 你很朋友很快就会离开你 要懂得珍惜别人 人家才会珍惜你 动不动跟这个做对 动不动骂这个 动不动就恨这个 谁来帮助你啊 你看缘分 所以什么叫大善缘 善缘就是广结善缘 就是你的贵人 今天台长到德国来开会 你们大家不都是台长的贵人吗 台长帮了你们 你们就是来帮台长 我跟你们说的真心话 你们就觉得台长这个人很实在 因为我不喜欢说谎话 我全愿得罪人 也没有关系 但是他以后一定会知道 这是父母亲对孩子的爱 如果你跟他婴的 他以后知道了 他会很恨你们父母亲 就像一个孩子非常闹腾 妈妈我一定要 妈妈说 孩子打出你 好办好了 我给你弄好 孩子撞出 出事情 然后就知道妈妈在阴我 这个时候他恨妈妈 比妈妈 骂他 你不许 你不许 我举个简单 有个女儿非要嫁给人一个男的 妈妈知道这个男的坏得不得了 偏偏跟他说 你不要嫁给他 你以后一定会吃苦的 我们都背后调查过了 他结过三次婚 那女儿说 妈妈你胡说 他说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妈妈最后说 没有没有没有 妈妈好妈好 结婚吧 给你点家床 结了之后 这女的跟那男的过了 没多少时间 那个男的外面又有了 我说的都是真实 然后妈妈你为什么同意 我劝过你 什么劝 你后来不是同意的吗 我恨你妈妈 好了 脱个孩子 离婚了 这种事情 要别人讲 自己没有智慧 人要活在智慧之中 人要活在般若之中 人要懂得佛法是解决人生最大的难题的哲学 所以佛法它就是人间之法 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法 如果佛法不能用在人间 为什么要学佛学法 人间就是要用佛法来解决我们的难题 现在你们什么样的难题来了 台长都能帮你们解决 不就是用佛法吗 一个女孩子跑过来 台长 那个男孩子不要我 我要自杀 我就是跟你最后一次谈话 坐了我办公室门口 你如果不跟我讲 我很快你就见不到我了 实际上我心想 你见不到我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为了救他 我一定要救见他 我就把他等到办公室来 他就跟我要死要活的这口啊 讲这个难的情况 我一边请观星普达给他加指 叫他不要有这种想法 一边我就跟他讲 我说他爱你吗 他说爱你真的不得了 那为什么离开你 他因为有另外一个人 我说这还算爱你吗 我不管卢台长 我就爱他 然后接下来 卢台长 你今天把我说通了 我可能就活了 说不通了 我出门就 马上就去挡汽车 我就跟他说 好 趁你今天最后的时候 我给你把话讲明了吧 台长看到了你欠他的 你上辈子欺负他 所以这辈子 你一定会还他的命的 你出去一挡车 你肯定会死掉 他没法引导 说明他真的想死 我看他表情大 如果这个时候他说 啊 他说你讲 我跟你们讲 当时我跟他一讲 他没反应 我知道他真的脑子 人家说清水了 清水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好 我告诉你 你听台长一句话 如果你现在开始念这个经 念那个经 念什么经什么经 你可以把它念回来 他马上有兴趣了 台长能不能念回来 我说你试试看 念三个月 我帮你把它念回来 实际上我这就缓冰之机了 因为人当时想不通 会做出冲动的感觉 因为有魔在身上 有鬼在身上 当时我跟他讲 这么讲了之后 我说你回家赶快念经 可能也是菩萨加持吧 他当时不声不响的就离开了 我知道他不会死 一个星期之后 这女孩子蹦蹦跳跳到我办公室 我说你怎么不难过不死了 你知道他说什么 这种人我为他死 值得吧 说明人的一个意念 台长告诉你们 人的一个意念改变你的一生 你想不通的时候 你真的会折磨自己 害死自己的 你有时候就是想不通 你就会害死自己 有什么过不来的坎儿 多少人这么有名 不就走了吗 多少人这么有钱 不也就走了吗 想想邓丽君呢 想想梅艳芳呢 对不对啊 想想梅兰芳呢 不都走了吗 有什么留 有什么可取的 一切不可取 过去不可得 因为已经过去了 还未过去忧愁烦恼的人 这个人是个愚痴之人 很多人跑到德国来 已经帮自己的女儿领孙子了 你的档次就这点了 还要说 孙子啊 我告诉你 你爷爷是局长 你爷爷是部长 什么部啊 小卖部 一个人要放低自己 过去的就是过去的 你的过去就是代表 已经没有了 鼓掌 你们有本事 也不要去想将来 我将来会成为一个父王 我将来会有 怎么怎么样有钱 那也是将来没有拿到 最好的方法是 把握当下 今天问一下你们自己 活得开心不开心 今天问一下 你们心情愉快不愉快 今天想问问自己 你们还活得舒坦不舒坦 就是代表你们的智慧 因为一个人想得通 想得明白的人 他就是开悟 如果一个人今天还想不明白 他就是失误 因为不明白事理的人 他会做错事情 等到他什么都明白了 他就不会做错事情 所以不会失误的人 就是开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